好煙燃呀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中式奶黃燒餅 相信走低炭或新童的朋友 其實都會好像我 經過一些中式的餅店 其實都掛著裡面的光酥餅 或者中式的甜品 其中一個我很喜歡吃 就是這個中式燒餅 因為貪過煙煙韌韌 裡面可能有豆沙餡 我自己就喜歡奶黃餡 所以今次我就教大家 做一個我們新童都適用 沒有麵粉沒有糖都可以做到 這個奶黃餡的中式燒餅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和按鈴鐺鐘 事不宜遲要開始了 首先會做奶黃餡 奶黃餡的材料就是這裡 提提大家 其實詳細的食譜我已經放在資訊欄 中英文都有 大家不要忘記了 好 前面我現在就把所有材料 其實可以放到鍋裡 要煮一下 我們有什麼呢 就是有這個椰奶 然後我們有這個無糖忌廉 我們就用這個羅漢果糖 我們有這個椰子粉 我們再加少許鹽 其實也有少許鹹味在這裡 我們為了它很像這個我們平常吃開的奶黃 其實有一點點好像奶香一樣 我們就會加入這個芝士 少許的Mozzarella Cheese 這個其實是一隻蛋 一隻全蛋再加多一個蛋黃 我現在把它發勻 就可以加下去 我要立刻把它發勻 你看到其實它的樣子很快 就已經像我們的奶黃餡 我們現在要煮熟那個雞蛋 現在我也是用這個中火 甚至是中慢火 因為如果你太大火 雞蛋很容易太快熟 就有一粒粒 我們還會加上這個沒有鹽的牛油 讓它會再令身一點 香一點 其實還可以聞到那股香味 其實因為我們用了這個椰子粉 其實吃起來的時候 有點像可能椰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你開始看到它中間那裡有些稠 我們就可以調回小火一點點 到最後現在是 讓它乾身一點 因為始終我們用來做餡料 太水的話其實就很難包 像這樣的狀態就可以關火了 那我們現在做些什麼呢 就是那個麵團 那個燒餅的麵團 我們就有剛才的椰子粉 羊車前紫殼粉 究竟這個羊車前紫殼粉 它有什麼用呢 我之前就有短片已經有介紹過 所以如果大家錯過了 還沒看的話 記得按到我的playlist 就可以看回了 我就放這個羅漢果糖 然後就有這個熱水 熱水才可以令到那個羊車前紫殼粉 可以做到更加黏黏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要逐少逐少加水 其實加熱水就會令到它 剛才說黏黏 除了黏黏之外 亦都可以令到它更加煙韌 拌勻 拌勻之後 我就會用手 當然剛才的熱水 你要看看會不會太熱 小心 我們用手 搓一搓 讓它混合得好些 拌勻 即是比較均勻 因為現在你摸上手 其實都有一些濕濕的感覺 你要這樣壓一壓它 它就會均勻一點 待會不會太黏手 這個是我們想要的效果 都差不多了 你看到手其實是很乾身的 不會怎樣黏住 我們準備一個磅 我們大概50克做麵糰 哇 有點准 49點多 OK 我試做了第一個給大家看看 我準備一張保鮮紙 先把麵糰 把麵糰 搓好放在這裡 我們就 到奶黃餡 大概20克 差不多 我們就用保鮮紙 輕輕一按 旁邊我就會再薄一點 就是我會用手指 輕輕在旁邊再推 因為中間都要少少 厚度是沒有問題 但是旁邊 我們待會會連在一起 所以薄一點會比較好做 就好像這樣 接著就把我們剛才的奶黃餡 搓完 放在中間 按扁少少 接著就用保鮮紙 這樣黏在一起 這樣黏在一起 用保鮮紙 就可以 它沒有那麼黏手 還有做那個型 會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 像包糖果一樣 略略這樣 綁緊它 好像這樣 然後鬆開它 可以再黏得好一點 反轉它 用手掌輕輕按 好像這樣 我們先準備多幾塊 我們就可以拿去煎 油熱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大家看看它的質感多麼軟 好香喔 好香喔 那就完成了 我們可以上碟 哇 超嚴硬的感覺 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我掛著很久的中式燒餅 再加上我很喜歡的奶黃餡 就這樣看它的樣子 其實跟外面 雖然它深色了一點 但是 質感 所有東西 跟我們平時中式餅店 看到的 都真的好似 我現在忍不住 我要試吃了 哇熱辣辣 本來想就這樣用手吃 但是 哇 新鮮熱了 這個真的 用筷子吃 放一下A 來吧 好嚴韌啊 真的很掛著這些 這麼嚴韌的口感 而且 奶黃餡 爆餡 這個簡直是 好似 奶黃餡 是非常之似 真的 我最喜歡的口頭餡 就是 沒有罪惡感 因為是無糖 無麵粉 真的不得了 這個 好味 看看 我撕給大家看看 哇 哇 熱辣辣 真的 超煙韌啊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recipe 因為簡單易做 所以 如果大家都喜歡 這些類型煙韌韌的甜品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我這個video 還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按鈴鐺鐘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我們會在五三九年 我們親衛的 democracy 我們會不會和我一些 答案 赤不開 我們會在五十五年 我們會一直在五十六年 但是我們會在五十五年 要在五十六年的